碎嘴子罵爸爸吃家常便饭 今天我们去景区转转 人太多不让带狗 还没罵完 爸爸竟然走吗 假期除了完 人太多了 怕碎嘴子罵人 只能我俩自己来了 委托了我美丽的闺蜜 晚上来家里头喂 不知道碎嘴子什么反应 走之前 给狗子们留了一个手机碗 密码还记得吗 也行 又给他们留了饭水和零食 晚上到了吃饭遛狗时间 我们极其漂亮的闺蜜 如鱼尔字 提示家门口有人来了 打开视频通话 看的是谁 睡啥子 给你发了零食密码 辛苦你带着狗子出去转转 对呀 为了睡嘴着超睡了心 二十分钟后 又提示门口有人 他这是要出去遛狗了吧 诶 这画面也太清晰了 不错啊 这下可安心了 哈哈哈哈